哈喽大家,我是Elmi 我是交叉电机大三生大四的学生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已经有研究所 我现在是上交叉电子所的EA组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方法 首先我在交叉电机 班牌是49个人里面的第一 系牌是200多个 第11 我这三年的读书方法其实都是有在不停的改进 我觉得我在大一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我的读书方向 所以在大一的时候成绩也没有到非常好 那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的成绩就是有越来越理想 大二开始每个学期就都有拿书卷奖 就是大二上下跟大三上的 大三下的还没有出来 但是成绩已经知道了 我成绩是4.3 学分是修了21学分 今天就是来来分享我在这三年内总结出来的读书方法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规划的部分 我觉得时间规划我在大一的时候确实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大一的时候其实有蛮多事情的 像是活动 然后读书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时间已经很少 再加上我在读书的时候没有用对方法 这样子就让我的效率会比较差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的时间去准备我的考试 时间规划的话 我自己的版本是比较阳春的版本 我会用iPhone内建的提醒式箱 把我每天要做的事情一条一条的把它列出来 我每天都会打开我的提醒事项 在我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打勾 完成这件事情的同时就有点像鼓励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有在完成我的进度 我觉得只要大家知道自己在某一个时间需要做哪一件事情 这样子就可以了 第二点的话就是要专心 不管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上课的时候都一定要专心 在上课的时候要跟着老师讲 每一点都要把它详细的理解 有时候上课难免会太快 自己思考不过来的时候就要把它做一个记号 在下课或是晚上复习的时候 特地把那个点看清楚 在自己读书的时候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坐在位置上面就是有在读书的 但是其实读了一整天下来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进度 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在读一段时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或者是小睡十分钟 另外一个我还会用方法就是 我会打开一个倒数计时器 我会规定一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 我要把这一个部分把它读完 这样子我可以在看那个倒数计时的同时会给自己压力 有压力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分心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第三点的话就是考前准备的部分 我觉得我读每一颗的方法其实都还蛮像的 我比较不偏话写非常多的题目 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读一读 发现就根本没有时间写题目了 我在考前的话就是写一两遍的作业题目 通常是写一遍啊 如果真的很有时间才会写到第二遍 之后写完作业题目就是来写考古题 所以基本上我考前几天准备的流程 我会先复习讲义 讲义有遇到不懂的就去翻原文书 把那一部分看完就好 因为通常不太可能把整本原文书都看完 再来就是写作业题目 写完作业题目再来写考古题 通常这样子就会考得还不错啦 第四点的话就是一定要用平板 没有买的大家一定要去买 在大学课程里面 你的学期会越来越多 所以纸本已经没有办法复合这么庞大的资讯量 比如说在大一学 可能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想要回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点开平板看 反正你只要出门带那个平板 然后也不用带什么书 因为都有电子书 不可能带这么厚的原文书出门啊 我大一的时候 我基本上还是带原文书出门 后来那本书就变超破的 反正就是一定要有平板 一定要用电子书 而且还有一个最方便的功能 就是像我是用Gunos Gunos就可以有搜寻的功能 比如说我想搜CMRR的话 然后就可以看 像是我的笔记也都可以被找到 就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 最后读书环境的部分 因为读书环境一定会影响你的读书心情 还是读书心态 像我大一的时候 比较喜欢去CK读书 因为大家都是比较认识的几个人 在CK读书 偶尔可以讲讲话 在大二的时候 因为功课越来越多 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么松懈的读书 那我就会去 交大图书馆 下面有一个24K 在24K的话 通常就是期中期末周的时候 人会超级超级多 大家都在认真 然后就会也非常认真 大三的话 我就会比较常去图书馆读书 就根据我自己的课业量去决定 我要去哪里读书啊 大家可以多了解看看 自己学校有哪里比较适合读书 像是什么CK 24K 图书馆之类的 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读书的地方 这样读书可能会更有效率 基本上就是以上这五点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找到自己的读书方法 大家也可以祝我研究所顺利 我大肆就要开始修研究所顺利 最后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想看我拍什么 都可以在留言跟我说 拜拜